那些百姓领导牌匾 个个都申请 可惜 少主公叮嘱 要低调行事 程娘子到现在都不知道 那分最多的钱是你所捐 我们又不是商骨 自然得低调行事 那些商骨若知道了我的身份 定会怀疑 是他有意为之 想利用我们的身份 逼捐他们 如此低调行事就好 既能帮到他 也不会惹出是非 那岂不是 行好事不留名 连程四娘子都不知道 能帮到就好了 不用他知道 少少 这蜜耳滋味可好 挺甜的 不过蜜是浓了些 吃多了定是会腻 那下次我换家脖子 你可还有日思夜想 没吃到的 老河家的巨女 还有羊肉耳饼 蜜子我也想吃 不过阿阳 你不用都样样买来 你就是要冬日之冰浪 夏日之暖锅 我也都会为你寻寻寻的 阿阳 你真了不得 从来没有人如此夸过我 火花生总说我 良而犹过 犹上欠阻 大灾之后 还能寻寻这么多美食 可见阿阳做事 细心妥爹 我哪有你厉害啊 金江百姓重新振饭 捐款捐物 我发现啊 因为有你得救了 阿阳 我发现你还有一个优点 什么 眼光好 在这个世上 只要你与我阿父 才懂得欣赏我 待日后 我阿父见到你 我觉得 你们两个也会上这头缘 双双你愿意 愿意带我去见你阿父啊 为何不愿 双双 我想好了 等以后咱们做了父母官 你就指导建筑生产 我就负责你生活起居 咱们的日子 一定会越过越好 你等等 我再帮你去寻点密宗子 建筑生产 陈大人 陈夫人 三叔母 三叔父 娘娘 你的主意妙哉啊 现如今 筹集的前縣 均已投入重建 你可是为咱们全线的百姓 免了筹集之苦啊 也不全是娘娘的功了 对了 三叔父 有一笔最大的无名捐资 可查得了 还未查得 不过此人既作无名 想来必定是安排周密 不想让我们查得啊 也不知是哪位好心人 在帮娘娘 不对 是帮整个华县的百姓 无论是何人 还能比得过 娄公子这般细心体贴吗 自然是比不上 遇到了阿妖之后 我算账有本 捐木有钱 这盖房子也有帮手 你们看 就连吃食也有着论 华县 华县 女郡 对 就是那个被救的小女娘 给少主公拔的剑 那小女娘手上又没轻重的 少主公又忙着追拿樊昌 这才耽误了伤势 这是华县代姓令承旨 递上来的奏报 是 乌舍损坏百余九 死伤敬百 短短几日之间 修复乌舍二十余户 很不错 很不错呀 看来这个承旨 还是有一些本事的吗 是啊 陛下 听说她有个侄女 颇为贤能啊 不仅旧死扶生 而且还鼓励恢复生产 不知这个小女娘 是否婚配啊 当然了 如此能干的小女娘 这求情之人一定是踏破门槛哪 回陛下 承家女娘尚未婚配 尚未婚配啊 陛下 陈老宪令携子孙 共同殉臣而亡 终亦无双 是否应当追风嘉奖 你起来了 对 朕 朕有此意啊 朕打算命人哪 拿着这个追风诏书 去趟华县 臣 敬重老县令为人 愿前往传诏 起来起来 你这个伤 好了 已经好了 那好 那既然此生想亲自跑一趟 就去安排吧 是 遵旨 好得还挺快啊 年轻 年轻 年轻就是好得快啊 比不了啊 比不了啊 谢陛下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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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曾打探清楚 此次遇险之人 是否有承家女眷 小人以多方打探 当真是承家女眷 且不止一人 承家四娘子也在车上 她怎么会也在华县 说是随华县县城 承旨 一同上任 谁知 后被御前林将军所救 如今一行人已前往化险 下去吧 是 无论如何 为时要即刻起程 见上她一遭 我 经此一事 万万不能再等下去了 我欠她情债太多 若是不能当面 与她吐露心中愧疚 为时此生 死不明目啊 好 不 弟子立即陪夫子 一同前往化县 这天下女娘众多 为何偏偏她这么倒霉